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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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了我们的不足 所以他认为西医是可以学习的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看西医的一些解剖学著作等等 生理学著作就开始看西医书 包括西医的药物学书他都看 那么后来到沈阳行医之后呢 他怎么样 他对西医的态度是可以包容的 实际我们对西医啊 当时在中医界有两种看法 一种人是认为西医无用论 认为西医没有用 我们中医最厉害 西医不行 我们可以完全不用西医 我们只用中医就可以了 西医无用论呢 是会害了中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啊 是在发展的 从古到今 中医的发展没有一天停止过 中医是要包纳我们其他的医学体系 吸收其他知识的 比如说早在唐宋的时候 有那么多西医的药流入中国 那我们中医就把它吸入到我们的体系里边来了 我们会用这些药的 我们后来的药的这个用的范围比较广泛 就是因为我们吸收了好多外来的知识 我们把它包容到中医里边来了 那么如果我们总是固步自封的话 我们神龙门草经讲了多少药 就是多少药的话 那我们今天用药的这个范围是很窄的 所以中医一直在进步 我们是需要发展的 我们需要借鉴其他知识 比如我们现代科技的好多知识 好多这个技术知识 西医马上拿去用了 那么中医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实际是可以用的 我们为了中医的发展 是要接受这些现代知识的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是中医无用论 就中医完全没有用 西医最好 西医能解决一些问题 中医是没有用的 这个思路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智慧 里边有着大量的合理的成分 里边对人体的整体性的思考 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对人体的一些生理病理的认识 对一些药物的认识 是有一些深刻的含义的 有着深刻的内涵的 那么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跟西医融合 我们需要发展它 那么它能成为我们健康的一个守护神 所以我经常讲 大家经常问我 您说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 您占哪派呀 我说都好 这就跟人有爸爸妈妈一样 我们无论中医还是西医 都是为了人的健康服务的 您干嘛非要你死我活呢 只要能够为我们的健康服务 我们互相借鉴 互相提高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健康有保障了 这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张希纯 他就是最早一批中医界的人 能够包容西医的 他认为西医里边好的知识 我们可以拿来用 然后我们中医要发展 这样我们就会能更好的发展中医 我们可以走一条叫中西汇通的学派 所以张希纯是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么他是怎么用西医知识的呢 我给大家举例子讲 比如说张希纯的书里边 他在论述本草的时候 他记录了大量的西药 好多西药的名字我们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 因为当时都是阴译的 我们现在可能不清楚什么药了 但是记载了大量的西药 他把这些西药的功用都写得很详细 比如说有一位要叫阿斯匹林 这个我们今天还常用 张希纯怎么论出阿斯匹林呢 他说阿斯匹林 其胃甚酸 其性最善发汗 善风除热 即风热着雨 关节做腾红 其发表之力 右善表沙疹 你看 他把这个阿斯匹林呢 归入到我们中医的这个体系里边 他把他这个胃给总结出来 然后他有什么药用作用 也给总结出来 那么他这样用药呢 就能够把这个西药拿来后 和中药配合起来使用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有一位少年人患了外感之病 患了外感病以后 什么情况发生了 就是这个身体发热 烦躁不安 张希纯说这是扬名腐蚀之症 大便也不通 那么开个什么方子呢 张希纯用白虎加人参汤 这是张希纯自己的领悟 一般白虎加人参汤啊 不是用指扬名腐蚀之症的 张希纯就说 白虎加人参汤可以治疗 阳名腐蚀之症 这是他的心得 那么他拿这个白虎加人参汤呢 给这个孩子扶 扶下去以后啊 这孩子的热就退掉了 烧退掉了 烧退掉以后呢 这孩子还在烦躁 哎 张希纯说 他这孩子里边有疹子没有发出来 那么什么药能够透这疹子呢 哎 扶完了白虎加人参汤之后 再配上阿斯皮林 扶下去 两个一双管齐下 结果这个阿斯皮林一用下去以后 这个孩子的疹子变发全身 透发出来了 然后热退了 烦躁也好了 这个病就好了 大家看嘛 张希纯呢 就这么擅长使用中药和西药 那么他把它配合在一起 一起来给人治病 他遇到哪个药擅长的时候 就用哪个药 在张希纯给人治病的医药里边 有大量的中药和西药配合使用的这个病例 说明什么 说明张希纯呢 他的心胸特别开阔 他是包容西医的 那么在他的这个体系里边呢 中医西医是可以共同为我们患者服务的 所以张希纯是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么这个学派呢 后来慢慢发展演变成为了我们的现在的中西医结合 这个思路 张希纯在沈阳建立了中医院不久 那么当时沈阳啊 还有一个叫同善堂的诊所 医馆 那么这个同善堂呢 就联络张希纯 说我们能不能啊 办一个中西医的学校 给学子们讲这个医学知识 培养医生 张希纯一听 哎 这事好 为什么呢 因为张希纯认为啊 我一个人给人看病能看多少啊 我只能看有限的患者 我中医院如果就靠我一个张希纯当院长 我一个人去给这些住院患者看病 那这个是有限的 工作量是有限的 怎么办呢 我们要培养更多的人 更多的学子来当医生 这样呢 他们出去以后啊 能够更多的给人看病 这样一定能让这个整个医学水平提高 能让我们广大的患者受益 所以张希纯在沈阳建立了力达中医院之后 他的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培养大量的学生 所以同善堂提出来的这个想法 郑重下怀 于是张希纯就应邀在同善堂举办的这个中西学堂里边 出任老师 给大家讲什么呢 张希纯主要讲的就是本草 给大家讲这个药物的公用效果 这个药物的性位归精和公用 到底该怎么用 就来讲这部分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些学生们很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能够亲眼看到张希纯是怎么给人看病的 那么他们学到的知识啊 就是扎实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时啊 奉天高等师范的书籍叫张继山 这位先生呢 偶然感受了食毒之邪 就受了邪气了 不知道怎么受的 我们不清楚 当然受了邪气之后呢 经过治疗 没有治好 这个病是越治越重了 最后重到什么程度呢 是这样的 这个毒气往下走 结果毒气运结在下脚 导致下脚出现了问题 什么病症呢 是这样的 整个肚脐以下都肿了 肿了以后呢 接着开始溃烂 肚脐以下开始溃烂 溃烂到什么程度呢 是整个肾囊 就是阴囊都烂掉了 膏丸都漏了出来 然后呢 肚子上小腹部出现了五个孔 溃烂的五个孔 它一小便的时候啊 这五个孔一起往外流出的尿液 我们今天想象啊 应该是它的这个疏尿管啊 出现了破溃 然后与体表之间形成漏道 那么所以呢 它这个尿液经常往外渗漏 特别痛苦 当时这个人呢 自己都吓坏了 于是就请大夫 结果这些大夫来一看 说哎呦天啊 这病治不了 当时是中西医 皆以为不可治 都认为这病治不了 怎么办 去找这位张西纯看看吧 于是大家就把它抬到了 张西纯的这个医院来住院 那么来了以后 张西纯一看 张西纯说这个病 我能治 哎呦 这大家一听心里踏实 说您说能治 那应该差不多 那您赶快给治吧 于是张西纯就提笔 开方子 开了什么方子呢 张西纯开了方子 里边主要的药就是生黄旗 他开的这方子 生黄旗 天花粉 乳香 墨药 金年花 甘草 就这么几味药 药味不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位生黄旗 为什么要用生黄旗呢 因为张西纯呢 他这么想的 说这个患者 为什么病了这么长时间 身体不能够自己恢复呢 是因为正气不足啊 那么生黄旗有什么作用呢 生黄旗在神龙本草经里就记载 他主治啊 这个九败窗 什么意思 就这个窗链 很久都不好 然后越来越败坏的这么一种 状态 那么这种九败窗呢 是人体正气不足的 如果用生黄旗浮下去以后 他能够顾体表之气 然后气足以后能够恢复这个窗面 慢慢把邪气驱赶出去 这个窗面就能够长好 所以在生黄旗啊 在中医外科里边应用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方子开完以后啊 大家就都在那等着 等什么呢 因为这方子开完呢 是口服的 大家都想 这么重一个病 您就给口服 一定还有外用的药啊 张希春听笔不写了 大家就说 您给开点外用的药 张希春说 用外用干嘛 就这个病 我给他口服 从里边调 全能给调好 大家一听 再能行吗 您这不吹牛吗 都重到这个程度了 这漏道都有五个了 这个尿都会出来 这都皮肤都溃破了 您能不用外用药 就口服就能好 不相信 可是呢 张希春确实又治了这么多重症 咱们就相信张希春一次吧 给他口服吧 于是就开始把这方子拿去 口服 结果服着服着 二十多天 这个人的身体漏道长好了 然后呢 皮肤慢慢恢复正常 慢慢长上了 这个病啊 就治好了 然后呢 这个医案记载是 始终亦未用外敷生机之药 从来这病二十多天 治二十多天 张希春是一点都没给他用外用的药 就外用什么 我的生机什么都没用 人就从里边给你补正气 给你清这个毒热 然后这病就好了 大家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这个是闻所未闻的 为什么 是这样的 张希春这个人呢 特别善于学习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中医名家 是自个儿 学习 自个儿蹦出来的 我误啊 我就误出来的 没有那种情况 一定是在前人的 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才成就了自己的 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成就了他现在的这个高峰 张希春也不是说 自己就天天想 想出来的 张希春是看了很多古人的书 在古人里边 很多中医大师都特别擅长于治疗外科 那么在治疗外科的时候 又有很多大师特别强调人体正气的作用 比如说明代著名的一家 薛力斋 还有明代著名的外科大师 陈时公 像他们这些人都特别重视人体正气的存在 他们认为如果正气不足了 那么你外边有窗面 往往很难恢复 这个时候你即使用再多的外用药 因为你自己的正气不足 不能修复它 也不能恢复 所以他们特别重视什么呢 特别重视补足人的正气 那么在补足正气的时候 张希春又特别擅长用这位生皇旗 就这个生皇旗啊 张希春论述的特别的详尽 而且他应用的是出神入化 治疗过很多疾病 那么当时的学生们呢 眼看着张希春这么给人治病 哎呀 这么治治治的二十来副药 口服 没用万用的药 这么重一个病 大家一看都眼鼻啊 都不敢看的 这么眼睛都不敢看 这么一个病给治好了 那么没过多久呢 有一位学生就向张希春提出来 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也治治病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呢 班里有个同学 叫李庆林 怎么回事呢 他说我妹妹得了病了 这个病比较重 现在正住在沈阳的这个绿店里边呢 您能不能去给他看看呢 张希春一往下一看呢 哎呦 这同学提出在请求的同时 其他同学都眼巴巴的看着呢 为什么 大家都听 这看您讲的真是好 给别人治病效果有那么好 可是我们在这个 您能不能给我们实践一下 亲自让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大家都在期望张希春能给看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公元1328年 朱重八生于贫寒的同家 40年后 这个苦孩子在南京成立 史称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当皇帝沙滩 张希春说这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让同学们增加对中医的信心的时候 我要真的给看好了 同学们就信心倍增 就应该更好的学中医 所以我要给看 于是呢 就随着同学们来到了史阳这个旅店 来看望这个同学的妹妹 那么他这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 他妹妹患了这个病 什么病呢 怪怪的 可能最初是外感病引起的 那么现在什么情况呢 周身发热 还是发着烧呢 然后呢 心中烦躁不已 最大的问题是 不能吃东西 就是呕吐 呕腻 一吃东西就吐 结果呢 连药都吃不了 吃什么吐什么 吃什么吐什么 身体会越来越虚弱 张希春来了一诊断 脉是红石的脉象 什么意思呢 脉非常有力气 这里边是有热的 然后一看舌苔 舌苔是皇后的舌苔 说明里边怎么样 里边真是有热 而且有点弹琢 张希春就问 这个孩子大便怎么样 这女孩子大便如何 他说 哎呦 已经好多天不大便了 因为他吃不下这东西 往上偶 大便也没有 好多天不大便了 张希春说 这样 他这个气机往上反 气机上溺 我此刻呢 我让他把热清掉 同时呢 把这个气往下走 这个一旦大便通畅了 这个热能够泄出去了 这个病就应该能好转 那怎么办呢 张希春就开了这么几位药 这药是什么呢 生者石粉末 生石膏粉末 瓜露仁 悬生 天门东 甘草 就这么几位药 大家一看 这药太简单了 非常简单几位药 但是张希春告诉他们 服用的方法 却有讲究 怎么服用的呢 是这样 把生者石粉末拿出来 把其他的药先煎好 什么生石膏 什么瓜肋儿 什么先煎 煎好以后放在一边 然后先把这个生者石的粉末 用水 充服下去 这先不用药 先把这个充服下去 充服下去以后 然后再喝这个药汤 这是干嘛的 张希春考虑问题 考虑的特别详尽 他用的生者石粉末 因为他这个人吐 什么药下来都吐 不能接受 怎么办 生者石是干嘛的 重症的 僵逆的 这个药用水冲去 让他先把这个气阶往下走 不让他吐 然后再喝这个药 我在这个通畅 常服 在清热 这个药就能起作用了 如果不服这个生者石粉末 会怎么样 这药一喝下去 马上就吐出来了 这不起作用 所以你看他这个药的 喝的程序非常有层次 那么结果 生者石粉末喝下去以后 这个姑娘就不吐 然后只用了两副药 这个孩子 大便通畅了 身体热就清掉了 这个病就好了 一共就用了两副药 这病就好了 这些同学们 捂着嘴 张大了嘴 我都不敢相信 这已经治了这么半天了 在旅店里住着 治了这么久了 这病我们认为 都觉得这人都要不行了 我们张先生来了 好吗 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 就不让他吐了 然后两副药下去 这病就痊愈了 张先生太厉害了 于是这些同学们 就真的坚定了 跟张希春学习中医的信心 那么打这以后 很多学生就变成了张希春的弟子 就在医院里边跟张希春学习 那么张希春就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他不断给人看病 在看病的同时 就开始教育弟子 那么这个时候 正值全国中医学校举办的一个高潮 这个时候大江南北都开始举办中医学校 张希春是北方办中医的教育的一个代表任务 这个时候南方还有一位代表任务 是谁呢 叫燃雪峰 那么这个时候 张希春就收到了南方燃雪峰的来的一封信 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燃雪峰当时是中医的 也是一位大甲在四川 他也举办中医教育 然后他想 我们自己怎么办教育 不沟通不行 大家一定互相都有经验 他就来一封信 给张希春 问张希春 说您办中医教育都有什么心得 我们互相交流一下 我们一起促进中医教育的发展 张希春就给他回信 张希春怎么写的 他这么写的 他说我是怎么教学的 我这样 我把皇帝内经 商场论这些内容 因为比较深奥 我怕学生学不会 我就都融会贯通到我的这本书里边 这书是什么呢 就是医学中中参西路 到这个时候 在沈阳的时候 张希春的医学中中参西路 已经出了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他们一级一级这么出的 那么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影响 张希春说 我就用这个书来教育我的学生 因为我把皇帝内经的理念和伤害论的方法 理念我都融会到我书里边了 又结合了我自己的经验 我让学生们一边跟我学习 一边跟我到医院去看我临床 然后他把这书的方子都背好了以后 都把这思路记下来以后 他们出去全可以独立行医 给人看病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经验 这封信回过去以后 燃雪峰也深深赞赏 然后这两个人成为好朋友 当时号称是南燃北张 就南方是有燃雪峰 北方就是张希春 这两人是遥相呼应 那么是当时民国时候 两位著名的中医 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 兴起过反中医的浪潮 那么这两个人是遥相呼应 组成联盟 一起为中医呼吁 为中医的助声威 当时影响巨大 那么就这样了 张希春在沙阳一边看病 一边教书 声誉慢慢的越来越大 培养了众多的弟子 被东北留下了很多人才 那么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给张希春来信 写什么信呢 就是这样了 因为张希春的书 已经传遍了全国 当时整个中国的医疗水平是不高的 这个医疗条件是不好的 很多老百姓找不到好的医生 那怎么办呢 老百姓就向书里边去找答案 有病以后没办法 找不到好医生 就看这些书 尤其是看张希春的这个医学中中参西录 这个书我们今天都能看到 能买到 那么这本书呢 大家看了以后啊 大家特别受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当时奉天淮仁县 有个女子师范 她这个校长叫 颜兆元 颜校长 颜校长呢 她呀 特别喜欢中医 没事就喜欢看这些养生的书 喜欢看 为什么呢 因为她自己老母亲身体不好 老母亲有病 患了个什么病呢 是这样的 总觉得自己啊 有口气象提不出来 提不上来 心中不舒服 躺到床上 觉得像块石头压的一样 这个总是觉得身体有病 然后身体不好 那么请了很多医生看 都没有效果 这个时候啊 正好 这位颜校长有个学生 到沈阳出差 出差以后呢 就买回来这个 医学中中参西路这书 颜校长拿来一看 哎呦 这书写得好 我看过那么多书 没这本书好 这书太好了 于他就一直攻读 但是呢 因为这位颜校长比较孝顺 没敢轻易给自己老母亲开房子 因为这个毕竟要谨慎嘛 万一开错了怎么办 所以没有 没有 一直没有敢开 那么到了这年 大年初二的时候 他老母亲突然病重 老母亲七十多岁了 突然病重 重到什么程度呢 病危了 来的医生一看 说哎呦 你那母亲 你准备好后事吧 病危了 气都上不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颜校长一看 不行了 医生都说不行了 我再不出手 我会觉得遗憾的 怎么办 马上 他说我一直认为 我母亲就是张希纯所论述的一个大气下陷 什么意思呢 什么大气下陷 张希纯认为啊 人胸中只有一团气的 他能够固持我们内脏不自下垂 如果劳伤伤了我们这个胸中大气 怎么样了 气机下陷就会出现很多病症 他创了个方子 叫什么方子 叫生腺汤 这个方子 张希纯治疗了好多病症 那么这个时候 这位颜校长说 我母亲啊 很可能就是大气下陷 应该用这生腺汤 于是他毅然就开始给老母亲 煎了这个生腺汤喝下去 结果怎么样 结果只用了几副药 他老母亲身体就恢复健康了 结果啊 这位颜校长特别感激 张希纯呢 他说这个 这书的救多少人的命啊 我特别感激 怎么办呢 他就给张希纯写了一封信 感谢张希纯 我用您的这个方子 救了我老母亲的性命 我对您表示感谢 那么这样的信呢 就收录在医学中中参息录这个书里边 大家看 这是真实的患者的真实的这个心声啊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写的能够编造出来的 不是那当时怀仁县的女子师范的这个校长亲自写的 那么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信在张希纯的书里边有很多收录了很多 当时全国各地的甚至包括台湾地区的这个患者都给他写信 就看了他的书以后 然后根据他的方子给自己或者自己家人朋友治疗把病给治好了 那么大家都非常感激张希纯 那么张希纯呢 给人看病 那么又去给人这个教学生 那么他业余生活什么样呢 张希纯这个人呢 他非常有文人气质 大家看他照片啊 像一个军人一样穿着军装 特别雄壮 但实际上他特别有文人气质 爱写诗 特别爱写诗 愿意跟这些文人这个交流 当时的沈阳呢 这个文化的这个诗潮啊 也很兴盛 很多文人都互相写诗 互相仇打 大家交往啊 经常我给你写一首诗 然后你合一首这样的 张希纯他记载过 他说沈阳的那个东南边啊 有个万泉河 这个河今天还有 万泉河呢 他说当时万泉河 他说简直太美了 经常去玩 万泉河 水从地下拥出以后 泉水拥出以后啊 汇集成河 然后在河边种的都是柳树 河中间呢 有好多小亭子 这亭子里边呢 有的是唱戏的 有的是酒楼 有的是茶楼 和我们文人经常在里边啊 互相聚会 然后喝喝茶 经常写写诗 他就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他怎么写的呢 他说 几度万泉河半立 谎移仙境是蓬莱 他说万泉河真好 那么当时呢 他也经常去听戏 当时沈阳有一个地方叫北市场 这个北市场啊 有好多 这个唱戏的 说评书的 等等等等 张一纯呢 也经常带着夫人 她夫人是一位留学过日本的 一位知识女性 是山东人 她经常带着她夫人呢 到这个戏园里听听戏 与这些文人们呢 大家一起欣赏这个戏曲艺术 这个张一纯呢 她的这个业余生活啊 也应该是很丰富的 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生活情绪的一个人 那么就在张一纯在沈阳 一边给人看病 一边教学 一边与文人们这个生活 其乐融融的时候 当时的局势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呢 是直奉大战开始了 爆发了直奉战争 这个时候 整个局势又开始动荡 张一纯在沈阳又待不下去了 因为开始打仗了 那怎么办呢 由于时局动荡 张一纯迫不得已 只能离开沈阳 离开自己辛苦创建的中医院 那么张一纯离开沈阳后 又遭遇了哪些事情呢 张一纯在沈阳度过了八年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之后 携带家眷 离开了沈阳 先是回到了河北的延山 回到了他的老家 然后住了没多长时间 来到了当时相对平静的天津 到天津干嘛呢 应当地部队的邀请 又到部队里做了一名军医 张其纯在天津做了军医 可是并没有做多久 就被一件事给打乱了 当时天津有一位中学老师 这位中学老师 叫宋志良 这位宋先生 宋先生有一天家里出事了 什么事呢 家里边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一个姑娘 结果前后一下都得上了什么呢 得上了这个腥红热 大家知道腥红热是一个外感病 一个传染病 得上腥红热之后 这位宋先生急坏了 于是他就去把张其纯给请来了 说这个您真人来了 这是太难得了 我们天津人老百姓的幸运 说你给我们家孩子看 我们家三孩子都病得很重 张其纯来了以后 一看这两个男孩病很轻 说这两个男孩很好治 你的姑娘可能不好治 为什么呢 因为这姑娘已经浑身起的红疹 已经变身都通红 整个身上看得像虾一样 都红色的了 发得很重 一片通红 太重了 这两个小男孩很好治 于是张其纯给开放了 果然 这两个男孩很快就脱离危险 很快就痊愈了 可是这姑娘确实很重 张其纯说 你这姑娘体内蓄热 热特别大 体内有热 我要用什么方子来治 用张仲景的白虎汤来治 大家看我讲的这些古代名义 这些过去的名义 全都特别擅长用张仲景的方子 都是桑汉论里边的方子 经常用 特别擅长用 张其纯就是桑汉论的一位大甲 他就说白虎汤 能给他把这个热清掉 但是我可能白虎汤里边 这个生石膏用的分量要足一些 你别害怕 这位宋先生一听 说我不害怕 为什么呢 我太相信您了 我知道这生石膏就您会用 因为张其纯对生石膏用的 那是出身入化 他把这生石膏用的病历 写了特别多 这个生石膏张其纯 他怎么用 他最早是给自己孩子用的 他以前大家认为生石膏都寒凉 特别寒凉 然后他自己小孩发烧 他就说我这寒凉 我用了怕伤了孩子的脾胃 伤了阳气 但是不用又不行 他就用 给孩子用 用二两 热退一点 可是脾胃没事 又用二两 都没事 前后用了六两都没事 烧退了 张其纯就开始感觉到 这个生石膏不像古人说的那么大寒 他只能是微寒或者凉 能够把热血透出来 所以从那以后 他就可以给自己孩子做过实验了 他就给别人开始敢用了 所以他就用的量越来越大 那么给这个孩子 他用的量也比较大 结果最后 这个孩子的热果然退掉了 这个孩子的病就好了 当时宋先生看他给自己女儿 用了这么大量的生石膏 自己也吓坏了 我只是书里见过 没见张先生用过 果然这么用 但是果然好了 这位宋先生特别高兴 那么他怎么表达自己对张其纯的感激之情 他就把看病的事写下来 然后翻印了好多 翻印了上千份 然后干嘛 满天津的大街小巷 垫线杆子上墙上往上贴 就是感谢张其纯 就往上贴 结果这一下 把这事给搞大了 怎么样 这患者一听说张其纯来了 结果蜂拥而至 到这部队张其纯工作岗位下来 结果搞得当时的工作岗位的人都不堪其负 怎么办 张其纯说得了 我自个儿出去吧 我别在这干了 给大家捣乱了 本来是想给部队的人看病的 结果老百姓来了这么多 我出去吧 结果他就在1927年春天在天津成立了一个诊所 叫什么呢 中西汇通医社 那么这个医社实际也是他的一个诊所 也是一个研究机构 那么打字 他就在天津开始给老百姓看病 一天天的看 那么这样 在给天津老百姓看病的过程中 他的书也不断的出 他的医学中中参席录 又开始出版了五六册 实际他好多议案是在沈阳志的 但是这个时候汇集成册 全都出版了 那么在这个一边给人看病 一边出书的过程中 张其纯慢慢的就老了 在74岁的时候 张其纯就想了 他想我这一辈子给人看了很多病 也总结了很多学术思想 那么我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呢 就我书也出了 我怎么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呢 我要办这个学校啊 只能让本地的人受益 我怎么能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学子受益呢 这个时候他就想要为中医做更大的贡献 其实啊 在74岁这个年龄 人是应该休息了 对吧 打打太极拳 养养生啊 喝个茶 应该多幸福啊 但是张其纯想的不是自己 他想的是中国老百姓啊 还缺医少药 有病还没地方看病去 应该有更多的医生为他们看病 怎么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就想出一个方法来干嘛呢 要办寒寿 那么当时张其纯曾经写过一首诗 来鼓励自己 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声 这个诗这么写了 他说 八旬已尽又何求 一将经营日不休 但愿同胞皆上寿 感云身后有千秋 什么意思啊 他就说我一定要为中医培养更多的人 那么虽然我自己可能受点损失 但是我愿意天下人皆得上寿 于是他把自己七十四岁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哪里去了 投入到半寒寿这个事业里边去了 那么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半寒寿的热潮 到今天为止 我们很多中医名家大师都是当年学习寒寿 学成的大家慢慢学习 他们心中学习中医的火苗 就是在当年民国期间那个中医寒寿被剥下的种子 那么今天我们仍然在受益 那么张希纯当时以自己七十四岁高龄 每天晚上在给大家编写教材 白天给人看病 晚上写教材 特别劳累 那么最后他消耗掉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点能量 在七十四岁的时候一天 最后因极劳成绩去世了 那么张希纯为我们中医剥下的火种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益 我其实在看完张希纯这个书 我在写张希纯的故事 写完之后不久 有一天我感受特别深 我在街上走 我听到一首歌 这首歌这么唱的 他说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离去 请把我埋在春天里 这首歌特别著名 我当时听完以后内心一震 为什么呢 我感觉这首歌 我当时觉得跟张希纯是能够对应上的 我觉得是在写张希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张希纯 他把自己的生命的所有的力量都留给了我们后人 他把自己所有对中医的希望都留在了中医的春天里边 他为我们播种下了春天的希望 到今天为止 张希纯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有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说在近代这些中医学者中 再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人物的影响能够与张希纯相匹敌的 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学者 我们的老百姓都能够认识张希纯 我们的学者多多从张希纯的学术思想里边获得收益 然后我们能够给更多的老百姓看病 我们要把张希纯那种但愿同胞皆上寿的这种思想传播下去 愿中医能够一直庇护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盛 好张希纯的故事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